那麼在這次的官書案當中 被確認官書的還有立法院長王金平 那王金平大家就會想到 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黨籍官司 那既然被確定是有官書的話 對他黨籍官司會不會有影響 我認為在法律上面 對他的官司影響不大 因為那個依照國民黨黨章的規定 就是說那個假如說撤銷黨籍的話 一年之後就可以回復黨籍了 他是今年9月被撤銷了 所以說他在明年9月 他就可以撤銷黨籍了 那你看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官司不管是贏還是輸 不管是贏還是輸 你在9月之前 我覺得一審都很困難 應該是過不了 你還要定驗更難了 我覺得到2016年年初 到他就是任期屆滿要定驗 我覺得都有相當的難度 然後他現在其實是有一個 他的那個家屬分在手 就家屬分的 就是黨籍認定的那個家屬分在手 所以說他現在 他的黨籍是保全著的 就是說官司結束之前 他的黨籍一直都是保全著 那其實在官司結束之前 我覺得要因為這個 讓他下來還是不太可能 但是在政治上面還是會有影響 因為這個其實還是一個輸贏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個官司的攻防分成兩個 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實質 他的作為有沒有實質 就大到必須要被撤銷黨籍 第二個就是國民黨 有沒有權力撤銷黨籍 第二個部分我們不用討論 第二個部分當然就是 雙方要舉證說 他這個官司案到底成不成立 那今天這個案子出來 等於說是簡平會幫忙做了舉證 幫忙就是說國民黨這一方做了舉證說 他確實這個官司案是存在的 不管說他們怎麼認定 他的確打了這個電話 然後那個陳守皇 確實因為他打了這個電話 所以說傳達給林秀濤 就是說不管是你自己認定說 我這是選民服務 還是我是一個傳達民意還是怎麼樣 你用什麼名詞怎麼樣 其實他就是一個司法官說 他就是一個司法官說 我必須要在這邊強調 所以說你這個既然是一個司法官說 你到法庭上面去攻防的結果 你就在攻防說 好 你沒有惡性中大道 你必須要被撤銷黨籍好了 你也是一個司法官說 現在對國民黨來講 他其實只要證明 因為國民黨那邊 他們對於撤銷黨籍的部分 其實應該我覺得 已經沒有抱什麼希望 但至少就是說 能夠在這個是非的這個部分 他能夠扳回一層 對他們來講應該就是一個勝利了 所以說對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分兩個部分看 法律的部分我認為影響是不大的 就是說法律的效果影響不大 當然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政治上面 我覺得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影響 其實這麼多的司法人員 這麼多政治人物 陷入這個官說案當中 想民眾最希望的 還是有一個公理 有一個正義在當中 就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我們的 警察院看看我們的司法會 要怎麼來評判了 謝謝光安儀幫我們做了分析 謝謝 謝謝 主播